我在1970年3月16日 开始在华初教书学 一直到2010年从华初退休 那么华初是我第一间 也是最后一间支教的学校 我所以能够在华初待了这么多年 主要是因为华初的精神和工作的环境 当我1974年在华初教书学的时候 我是一位刚刚毕业的老师 那么我得到部门 数学部门里面 资深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那么我也发现 我所做出的努力 得到上师的赏识 这就是我能够在华初 待了30多年的原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